这是花1499元就能买到的最好顶级旗舰做工小主机 当然几年前它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旗舰机 它能在1080P超高画质下唱完地平线5 唱完地平线4 图形性能远超8845HS 远超AI9 HX370 不过它的CPU性能与现在的八核低功耗i3-N300属同一档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国境节前能够以1499元买到的 装置Intel i5-9300H CPU和NVIDIA RTX1660T独立显卡的 索泰ZBOX EN5-1660T迷离主机 这台小主机今年618的时候 促销价是1699元 国庆节促销又便宜了200元 能够以1499元捡到手 那么1499元买1660T独显小主机 算不算捡到便宜了呢? 索泰ZBOX EN5-1660T 装置Intel i5-9300H移动标压CPU 四核八线程 装置NVIDIA RTX1660T独立显卡 6GGDDR6显存 双通道DDR4内存 2666MHz 双MDR-PCIe 3.0 NVMe接口加SATA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2.5G和千兆网卡加WiFi5 打开来看一下 电源线 两根外置的WiFi天线 这电源是大板砖 1965V 11.8A 一共230W功率 小主机的机身是金属的 顶部是塑料的 上面有厂商的logo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SDK插槽 USB3.1A口10Gbps 麦克风接口 耳机接口 USB3.1C口10Gbps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千兆网口 2.5G网口 核显HDMI接口 双WiFi外置天线接口 独显DP接口 独显双HDMI2.0B接口 独显USB-C接口 输出DP信号 一共4个独显直连接口 4个USB3.0接口 两侧 后部 顶部 都有通风口 徒手就可以领开 两个易拆固定螺丝 摁住 向外推开底盖 轻松打开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DDR4内存插槽 最高2666MHz 一组PCIe 3.0X4的NVMe接口 可以安装2.5寸SSD的SATA接口 这是一根用来安装奥腾内存的PCIe接口 应该也能安装NVMe SSD 旁边是英特尔AC9462WiFi5无线网卡 没有堆叠 进入BIOS 内存显示2666MHz 不过BIOS里没有选择性能释放的选项 但有一个支持超频的菜单 风扇也支持自动和手动调整 目前自动模式非常温柔 超过90度才60%转速 安装Windows 10系统以后 可以去索泰网站下载相关的驱动程序来安装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2分钟后稳定在31W 并保持一条直线 整机功耗71W左右 CPU频率运行在3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1小时05分钟内 索泰ZBOX的9300H CPU 功耗一直保持31W 时温28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87度 SSD温度最高升升到54度 温度不高 CPU-Z多线程2360 单线程472.4 多线程性能低于1165G7和N305 稍高于N300 比N100高很多 GIGBENCH5多核4250 单核1125 多核成绩比N300低了一点点 GIGBENCH6多核4768 单核1518 多核成绩接近N300 单核比N300高 SELYBENCH223多核4348 单核1086 多核成绩仍然接近N300 单核要高一点 SELYBENCH2024 多核268 单核67 多核成绩比N200 N100高不少 PASMAG多线程8761 单线程2496 多线程成绩和N300 差距拉大了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索泰ZBOX 9300H的 31W性能发挥 多核性能远高于N200和N100 接近N300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828,634 CPU得分286,534 我们还给这台索泰ZBOX 9300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514,926 XX20 293,763 Coremark 138,621 在Coremark成绩上 和英特尔8505成绩差不多 高于i5-8259U 低于i5-8600T 索泰ZBOX EN5-1660T 它装置了RTX-1660T独显 建议下载最新的 NVIDIA GeForce驱动程序 我们安装的WHQL 是得到微软认证的版本 我们先来跑3DMark的测试 Time Spy 5541 Fire Strike 14582 Steel Lomad Night 38.61FPS 几乎是780M核显50%以上 压力测试稳定度98.3% 通过把3DMark的测试数据 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图形性能是低于幻影峡谷的 不过比8845H可要好太多 这个成绩也肯定比 今年瑞智890M核显的 AI9-HX370好很多 接着来看RTX-1660T的功耗表现 我们先单考GPU 看到它平均跑在80W 接着加入CPU-Z压力测试来双考 RTX-1660T保持在80W i5-9300H也保持在31W稳定输出 接着来玩游戏 低平线5-1080P超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70多帧 复杂场景60帧左右 地平线4-1080P超高画质 打开两杯抗拒尺 全程没有低于100帧 非常nice 这两个游戏相比目前最强核显 能玩画质上了一个档次 从1080P高画质 跃升到1080P超高画质 荒野大标客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71帧 比目前最强的780M核显 高了20帧 古墨丽影暗影 1080P高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77帧 英雄联盟4K最高画质 最后大档战 平均帧130帧 最后我们来测试黑神话悟空 1080P超彩65均衡模式 使用TS2开启增生层 画质自定义 把阴影质量和全局光照调到低 其他几乎全高 测试结果是 平均帧86帧 实战一下 平均帧 平均帧 这就是RTX1660Ti独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显示接口输出HDMI接口最高支持4K120Hz 8WYSBCR420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B标准 DP和Type-C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60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HDMI接口连接到Solid OLED电视 最高支持4K120Hz 8WYSBCR420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RTX1660Ti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VP9视频 YouTuber4K60帧AV1视频可以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3100Mbps达到了PCIe 3.0X4的水平 奥腾内存接口我们也插了NVMe SSD测试1600Mbps 这是PCIe 3.0X2的水平 Type-C接口连接硬盘盒1000Mbps 这C口是10Gbps的带宽 WiFi测试 Intel SA9462 Wi-Fi5无线网卡 跑上了220M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黄金中很差的水平 有条件一定要更换一个WiFi6无线网卡 Intel Keler 3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erfect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索泰Zbox EN5-1660T 装置了i5-9300H CPU 和RTX-1660T独显 CPU31W的性能释放 GPU80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双考时整机功耗才155W 待机最高功耗22.5W 按上面这些结果 咱们230W的大板转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8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1度 GPU待机温度40.2度 SSD待机温度43度 这台小主机双考CPU和GPU 31W加80W 压力测试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6分贝左右 社会在耳边是接近39分贝 可以算非常安静了 索泰ZBOX EN5-1660T 装置了i5-9300H CPU 和RTX-1660T独显 CPU31W的性能释放 GPU80W的性能释放 小主机的CPU性能 在目前不算很好 四核八线程的九代i5 基本上与最新的八核低功耗i3-N300 性能差不多 和顶尖的旗舰CPU更没法比 但它的独显强啊 比我们最强的核显 图形能力要高上了50% 这就没法说理了 独显吊打核显 接口配置也达到了不错的水平 双PCIe 3.0 NVMe接口 还可以安装一块2.5寸的SATA SSD 双网口竟然也有一个是2.5G的 无线网卡没有对叠 还有外置天线 可惜Wi5网卡较差 必须更换一下 4显示输出接口 全部是独显直连 HDMI是2.0B 可以输出4K120Hz的 YCBCR420的压缩信号 也可以算是4接口都能输出 高刷显示信号了 它的做工和目前旗舰级别的 独显小主机相比 是差不多的 而1499元的超低价 绝对是个大杀器 太超值了 总结一下 CPU31W的性能释放 GPU80W的性能释放 6G显存 RTX1660Ti不错 基本能1080P超高画质 玩地平线4和5 1080P高画质 玩古墓丽营暗影 1080P低画质 玩荒野大标客2 还有黑松画悟空 散热和金银都优秀 做工吊打国内一众厂家 各种接口比较齐全 它有短板 CPU性能 也有长板 图形性能 接口 散热 静音 设计 做工 它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当然 它最大的优势就是 1490个元的 亏本充量价格 独显迷离电脑 一般不便宜 所以 碰到了绝对不能错过 我们把它推荐给 需要便宜价格 来使用迷离电脑 玩游戏的朋友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